安裝完成之後你可以從這裡打開Android的MyViewBoer 那你可以從右下角這裡 選擇你所使用的出色方號方式來登錄MyViewBoer 當然如果你沒有登錄的話 其實多數的功能也是可以使用的 登錄成功之後 我們就可以重新回到我們的MyViewBoer裡面 如果你想要跟教室的黑板一樣 可以從左下角的背景這邊 選擇比較接近黑板的綠色 也可以選擇你自己喜歡的圖案 接著呢我們可以來筆的這邊 自己選擇看你想要使用什麼樣的筆的顏色 如果你想要的是粉筆 我們就把它設為白色的 如果老師上課的過程裡面 需要用到比如說螃蟹 和貨品的內容 但是呢 您沒有找到它的電子板 那麼您可以打開我們的白寶箱 找到攝像頭 把我們的後面的鏡頭打開 在這邊我們可以把鏡頭的 清晰度調高一點 這樣您就可以拍到比較大張的 比如說我們想要來檢討一下這一題 您有兩種做法 一個就是把鏡頭的部分呢 我們在這邊按下這個暫停鍵 這個時候呢 就算你移動也沒有關係 因為它已經把鏡頭的部分做一個靜止的動作 那您就可以使用這裡的筆按橡皮擦 直接在我們的鏡頭上面直接做 講解的動作 比如說我們 直到這邊 腳1是110度 腳低是30度 好那我們要算的是腳2 腳2呢 是多少 在這邊 您可以像這樣去使用 那這是第一個方式 第二個方式呢 我們也可以把 這個畫面把它拍下來 看一下這裡的拍照 那我們再拍一次 OK那我們可以 把鏡頭關閉 我們來旁邊看一下 現在呢 這裡就有兩張 那您可以把這一張 把它放大 打 那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 拿到我們的筆 把它改成適當的顏色 像我們剛剛講腳2在這邊 那您就可以像這樣去做說明 那當您覺得這個畫面呢 白板不夠寫 不夠大的時候 我們把它切換成 這個手的工具 這個時候呢 您就可以用手 把整個畫面移到旁邊 這樣老師就有更多的書寫工具 所以我現在切回到筆這邊 比如說 角度上 三角形的總和 那麼用完了 我們一樣可以再把它收起 所以 老師這題講解完了 我們可以在左手邊這裡 再增加 第二個頁面 繼續想下去 那等到呢 全部講解完 您可以透過 這裡的上一頁下一頁 我們就可以又回到剛剛 所 講解的內容 萬寧同學問題了之後 還可以回來再做一次 複習 那如果老師您需要的是 課本的內容 也可以用一樣的方式 我們把 後置的鏡頭打開之後 一樣把它 放到 比較大的解析度 那我們呢 可以透過像這樣 直式的 來把它拍起來 來 好拍完了之後呢 把剛剛的那一張 點到它之後 您就可以把它 做一個旋轉的動作 除了呢 像這樣把它放大以外 其實呢 您 搭配我們的手型工具 其實也可以像我們平常在 使用那個平板電腦手機一樣 用兩指 把它做一個 放大 縮小 好所以這樣子的話 老師其實在 上課就會非常方便 如果老師想要搭配自己的 鏡頭畫面來做講解 也可以把前置鏡頭打開 把它移到適當的位置 這樣子呢 老師就可以 配我們的筆 來做一些 不好看的說明 好那像這樣子 您也可以搭配我們的 手型 有需要放大的 我們把它放大 放得更清楚 如果老師已經有準備好教材的電子檔 那你一樣可以打開白寶箱 找到你的 圖檔 或者是PDF 我們就可以直接點兩下把它拿出來 像我們在這邊的話 一樣 可以把 你要講解的圖 把它做放大 好需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我們在 Android版的 MyViewBo 因為它的 座位系統關係 所以其實 沒有辦法 認識像 微軟office的格式 因此呢 如果您有 PPT 或者是 其他 Word Excel Android不支援的格式 請你先把它轉成PDF 或者用我們 待會後面會介紹的內建瀏覽器的方式 把它上傳到雲端硬碟上 一樣可以使用 如果你是PDF的話呢 當你打開的時候 他會詢問您要匯入的是哪幾個頁面 選好之後 每一個 PDF頁面會變成一張 所以我們剛剛總共匯入了三張 就可以像這樣 PDF的檔案我們一樣 可以透過手型 來把它做一個放大 這樣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如果老師想要使用的是 網頁上的教材 或是雲端硬碟上的檔案 打開之後可以在下面 直接輸入您的網址 以這個Google簡報來說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 直接上一頁下一頁 看到您的簡報教材 我們在 MyViewBo上面的瀏覽器 還可以用兩指 把你的簡報 或PDF檔案 直接放大 或縮小 要留意一下 是在 瀏覽器裡面 也有自己獨立的 筆 還有橡皮擦 您必須要使用瀏覽器裡面的 才有辦法 在這上面 直接來做 註解的動作 您當然 也可以用拍照方式 把我們 透過儲存的方式 把這個檔案 存成 MyViewBo Android的 專屬格式 甚至呢 您還可以把它 存成 雲端硬碟上的 PDF檔案 按下這個 QR Code 它就能夠自動把我們 上傳到雲端 並產生 QR Code 給同學掃描 同學就能夠 直接取得 這一個檔案